字幕志愿者 红柿 给我做的朋友们 隆重的介绍一下 这些飞健室会堂的摄影棚 这是大家做的 就是外国人的嘉宾做的位置 然后我的位置是这里 日本 主持人问大家一个问题的话 赞同的话这样 拍灯 这里是导播室 而且我在日本的时候 拍过这种摄影棚拍的节目 所以我曾经是在 在做这个文章 导演的位置 这样的感觉 对啊 我在日本的时候 今年年初 亮叔收到了 非正式会谈节目组的邀请 作为常驻代表 参加节目的拍摄 这是一档外国人 用中文搞事情的 文化访谈类节目 邀请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人 出演一场互相伤害的大戏 这季某位大叔也混入其中 永远缺素材的节目组 决定以拍摄非正幕后为由 混进现场 物色我住的新主人公 平时参加过不少节目的亮叔 第一次参加非正式会谈的感想是 对你在节目中的表现有信心吗 根本没有 真的吗 其实真的没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中文水平跟我完全不一样 他们说的话我听不懂 真的吗 对我跟不上他们的节奏 是什么样的年轻人 让平时自信满满的亮叔 也有了碰壁的感觉 他们又是因为什么 与非正结缘呢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尤其是 lud這一刻 与世俸水平的コños aga legt 有 lotallah 自己的爱情 与我就 odpowied 应该的 对 大家好 早晨好 哦 不然有幸吗 不害怕 今天是非正路士的第几天 第两天 第二天 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记录一下 背震的现场 难怪我笑死我了 突然以为 我们这里来了 感觉如何 我的眼 我的眼级也提升了 感觉状态还蛮好的 累吗 还好 还好 因为昨天结束的时间比较早 差不多凌晨两点 结束时间比较早 差不多凌晨 对不起 受不下 对 那你以后是不是 没有理由抱怨 我们开学时间长了 还是要抱怨 好 刚刚好 亮叔 好 今天我们大开机 我比较前 我也 比箱子好多了 我从昨晚走到昨晚没有 对 因为我们自己已经去下面了 他们来了下面 对啊 然后你不接待人家 对啊 不接待我 不是接待不接待的问题 我怕啥我怎么接待 这样 来哈尔滨 来哈尔滨我安排你 哈哈哈哈 早上九点半 随着嘉宾的到来 录制现场也开始热闹起来 带着物色我住主人公的小星子 节目组跟着亮叔 来到了后台休息间 影响是你自己带过来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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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担款啦 对啊 你们没有拍到吧 拍到了 你看其他人都是年轻人在这里 有一个有点违和感 亮叔是在这里 你太累了 然后呢你就坐着就睡觉了 对 真的是睡觉了 就在这里 我看看有没有 在哪里都能睡着 太厉害了 我好羡慕这个景 哈哈 除了正式录制外 为了前期宣传的需要 拍摄宣传照 也是每个嘉宾的工作内容之一 放下 对 OK 腰疼 可以 就太阳 可以 嗯 在摄影师的指导下 嘉宾们动作流畅娴熟 接下来终于轮到亮叔了 好看吧 哈喽 主导今天有个衣服很有那种 有饭吗 就很像你们过家 那是日本的那种 什么日式 阳体 阳体 先跌头然后这样转一圈 然后再看过来 就转一圈 哦 对 这样低下来的时候对了 好像不对 哈哈哈 哈哈哈 那实际那样拍也挺有意思的 你这个像是脖子不舒服 哈哈哈 哈哈哈 因为你其实会不知道 你不要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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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哦 吃什么 能开一下 所以可能他们可以给我一个文件 或什么 哦 他们经常开始说 说英语就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哈哈哈 不好意思 没事 没事 确实 确实 你是这里唯一一个 会说英语的人 应该是吧 应该大家都会说英语 嗯 嗯 嗯 他可爱 但是他也不说不良 是吗 是吗 对 其实俄罗斯人 英语是什么 不是这样 哈哈哈 真的 来自一个意大利人 来自一个意大利人 对 意大利人也不怎么样 他也会喜欢日语 你也会找的 我会一点点 因为我我喜欢看anime 他会喜欢很故意 那我还有另一个爱好 就是看中国的公平剧 中国的公平剧 中国的公平剧 哇 超厉害 你们有没有看你们都日语的人 你们有没有看过中管传 他的日语 日语配音 超级搞笑 华菲他说那个 那个 贱人就是矫情 用日语这么说 哎哎哎哎 就到了 就到了 贱人就是矫情 贱人是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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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匆吃完午饭后 亮叔开始为下午的节目录制做准备 你搞的为什么还没有背下来 因为刚刚说到了 是吗 对啊 但其他人都好像背下来了 我还没背下来 就是你的中文不够好 每次我们采访日本人的时候 我的中文水平比他们好多了 所以我以为我的中文水平还可以 但是参加这个节目之后才发现 根本不行 这个不是我的 我的产线 我的 不是 我的 产地 不是你的主场 对 不是我的主场 你为什么要对考 对考 对考 一定有时间跟我们去采访和认计吗 嗯 没时间你们去吧 我要对考 你们去吧 去吧 利用在现场的有限时间 节目组尝试寻找我住的候选主人公 在亮书的推荐下 选择采访的第一位嘉宾是来自英国的欧阳森 年仅28岁的他 中文水平调达亮书 对 然后中文是我的主秀 在大学的时候 是吗 是是是是 你专业是中文吗 我专业叫东方学 你是在哪里学的大学 牛肩 对 是的 我可以 我可以 中 英 日文都可以 都可以交流 究竟欧阳森为什么想学中文呢 一开始很喜欢到家思想 这些故事 这我觉得很有魅力 这些故事 然后他们 他写得很抽象 内容都可以应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你是怎么对这些东西感情的 我小时候会打一个电脑游戏 中文叫三国无双 我是通过那个了解到三国那个历史 我到了大学的时候 我终于有机会试一下 很幸运就被 被节目选到了 而且可以偶尔把这些 这些想法 派上用场 据亮叔说 这里还有一位嘉宾 从事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工作 请问今天有时间吗 可以 可以 我们就随便聊两句 没有可能这样 可以做一下吗 我是一个医生 一个医疗科技创始人 我们的公司也做了一个 关于新冠肺炎的一个检测 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这个检测呢 可以十分钟以内 可以测你这个病人有没有新冠肺炎 这个已经研发出来了吗 已经研发出来了 对 还有已经在很多的国家已经在卖了 我也想欢迎你们的团队来 我们的公司 来我们的医院 去看看我们的朋友们 正式录制前 节目组逮到了在做最后准备的亮叔 内容 稿子里的 简单制 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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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式 对 因为你们是导演组 对 就是你们要给他们每个人准备 内容 内容 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的内容 大部分是他们自己的 你觉得我的中文是所有的嘉宾当中 排名低级 排名低级 我的中文水平的排名低级 你觉得 前四 前五 不敢 不敢 倒是第一 年龄也没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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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算 没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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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红吧 锯手 锯手 技术 能力 才 靠才 但是我不能再搞到他们体现 终于要开始了 终于要开始了 就开始了 四 三 二 一 欢迎收看非正式会谈 耶 我们有两个好朋友给你吃了 你怕吃 在众多能言善变的嘉宾面前 亮叔显得有些无所适从 甚至连他的镜头都 亮叔的固定机位已经没有了 他已经完全被替代掉了 他自己把他把自己的名字夹上 所以现在叫我一系单 字字去哪了呢 这个知识 这个这个我不知道 这个知识储备有问题 还有问题 一问三不知 对 那个第二天 然后吧 也是热血眼 终于录完了 已经四五个小时了 我们去看一下 这样子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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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老叔 你给姚冰问一下 我的表现怎么样 我表现 小白说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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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假 跟我最大的不同的点是 他们给我的人设 是比较正能量的导演 所以我不能做什么搞笑的 或者什么奇葩的行为 搞笑 单单搞笑的人是他们 所以我是一比较正能量的 很认真的一个导演 晚饭后 亮叔向嘉宾们 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参加飞尖学会堂 亮叔你来做你做的 尊老的感觉 对 他一直尊敬我 他把我当做一个老人 老人 一开始其实第三季结束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告诉自己我不想录了 嗯 因为那个时候我跟你讲 那个时候我的脾气非常不好 哎 那个时候少少一点都不听话 哈哈 哈哈 你没资格说这个话 但是你看他 我要说话 还有我还是你 他把你看你还猜猜猜猜猜 但是我说的话好听 你看他脾气还是 哈哈 十个月 改变非常大 我们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友谊 就是我跟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都把我当儿子看 大一些的编导他们把我当儿子 哈哈哈哈 有的时候也当孙的 有时候也得把我当孙的 我非常爱这个节目 就是不管任何原因 只要这个节目需要我 我会一直在 就是已经变成一个习惯 对 一个生活的一部分 对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但是可能目的就可能变了 从可能玩 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习惯 一个 但是后来就觉得这个也是一种平台 就可以说 我可以在中国也有自己的声音可以说一些东西 也有这样的一些机会 可以在那边也说一说中国到底怎么样 对吧 所以我觉得也是现在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 使命感了 已经有使命了 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就是给我的很好很 就是有趣的一个新鲜感 然后后面我就是越来越习惯这个环境 在做生意当中没有见过的一个态度 可能这个是让我一个 心里的 对很舒服 像亲人一样 对 会关心你 是是没错 你不是利益上的关系 是 对 没有任何利益 没有任何利益 得不到 哈哈哈 确实是 你想想从他那里能拿什么 一根毛都拔不出来 纯纯的铁攻击 终于回来了 一天过去了终于回来了 啊 自己给自己打分的话 今天的表现 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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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打得还低 对 因为他们太尊重我了 嗯 嗯 就是还是我发现没有人吐槽我的话 怕挥不了我自己 哈哈哈 你是不是意识到我的重要性 对很重要 哈哈哈 这什么属性 有点 有点M的感觉 有点M的感觉 你刚面试完回来的时候 嗯 你说 我觉得可能录制这个不一定很有意思 就只有你一个年纪比较大 比较有阅历的人 剩下都是年轻人 没什么阅历 应该跟你聊不来 对 打脸了吧 完全打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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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他们只是一个网红而已 就是一个需要流量的 为了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而来参加这个飞行学会谈 但其实完全不一样 一个一个比我优秀的感觉 哈哈哈 因为我们跟他们讨论国际的问题 国际社会 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 国际经济的时候 聊到来 甚至有的时候比我熟悉的很多 我参加这个节目的最大的目的是 就是认识他们 嗯 还有 要找我住的主人公 大家 给我们留言吧 想看谁的我住 然后我们按照你们的评论来决定 继续拍他们的播出 拜拜 哎 为什么你没吃完 哈哈哈哈 为什么 娜娜阿姨啊 为什么你躲躲躲躲 哈哈哈 为什么 他们觉得你们这些人 好好好 好丑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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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努力 以后会努力的 是不是觉得你丑 哈哈哈 切一路 哎 一 一 一 哎 哎 哎 二哥 二十岁的幼子 五十四岁的幼子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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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